网络公主年年有 今年特别多 天天打比赛的大狗今晚终于开始接单了 有多少人怀念大狗之前的待内时光呢 本以为她今晚会给我们带来一个不一样的女老板 没想到既然是个网络公主 她不仅让大狗把她三十杀 而且还要求大狗给她唱歌 看来现在的赔丸是真的不好做啊 而大狗面对如此刁难她的老板就会如何应对呢 我们一起来看看吧 可能我们都是朋友 支持跟打个红包局 不用叫朋友儿吧 哎呦 这叫你 你吃不服啊 对 都打不过你啊 你猜一下这个 哎 她叫什么名字来着 你猜一下她叫 她那个单家是多少的 左往叫附带啊 兄弟们 左往叫附带 三十 她们很多没听到吗 你隔哪点啊 188啊 我靠 这也太坑了吧 本来就是网络公主和她姐妹为了娱乐小小的比赛一下 但网络公主就为了赢得比赛 不惜是巨资请了青木川这个技术赔 她和闺蜜一边说着大狗技术不行 一边又忍不住的炫耀大狗的单架 这么绿茶的行为我们一眼就看穿了 她就是为了赢比赛才请赔完的 现在还说的如此的冠冕堂皇 简直是虚伪至极 而开始游戏后 大狗也顿时感觉这个赔完的钱还真的不好赚啊 有啊 有啊 还得是我知道没有 还得是你 不愧是188的男人 他怎么家人啊 大狗 还比吗 走吧小姐 这没人啊 听到大狗老板说话语气如此的不好 一旁的伯乐顿时感觉这个老板不好惹 而事实也的确如此 大狗忙着打架根本顾不上照顾他 而他却处处找茬 把这个撞一下拿瓶笔抄先 拿瓶笔他就快走了 你要撞你不能把他全撞完吗 这个直接全部撞掉呀 瓶笔啥还有那么多呀 老子真的 他好凶啊 有翻倍吗小小姐 三人三只差翻倍啊 我这个话讲得跟没讲一样我就好 这个网络公主从最开始大狗没打招呼退出游戏后就不停的抱怨 虽然开始游戏规则讲得很清楚了 但是为了再次确认一下 大狗多嘴问了一句 但没想到却又遭到了网络公主的怒断 大狗和伯乐也是一脸的莫名其妙 而当大狗抓紧拥有复活卡的机会传送到其他的钢枪点时 网络公主又开始忍不住的吐槽了 跳鸡杆跳鸡杆 不是你 把标题写下 你为什么不等我啊 你没发现我都不在你旁边吗 这188的表演就这样的吗 没有我在认真操作 我们点击什么高的 大狗一旦打起架来根本顾不上自己的老板 不仅是今晚的网络公主 就连之前的月姐 妮莉姐和听的姐也都是如此 但是他们从没有抱怨过 反而还很乐意配合大狗 而今晚大狗的这个老板却是非不分 他必卖认真操作也是为了能够让他多赢点钱 但却被误解为高楼 而青木川也不想去辩解 哇 一般陪玩的职责 都是除了帮老板赢得比赛之外 就是更好的服务好老板 而在大狗这里 赢得比赛才是最重要的 而UG这把空头枪 不论是对于高手 还是新手来说都非常的好用 陪玩的职责 就是给老板最好的游戏体验 网络公主自然不会放过 这个享受老板待遇的机会 真是怕什么来什么 这么明显的意思 大狗当然能够听得出来 作为陪玩给老板提供空头枪 自然是理所当然的 而如果是一般的保老板上分的话 这都是没问题的 但是今晚是比赛 大狗只有拿到最趁手的枪 才能够发挥出他的真实实力 但是没办法 老板的要求他也不能违背 而为了能够拿到三十杀翻倍 大狗紧接着又对老板提出了一个小小的要求 调节目把人头拿给我吧 我们是单人三杀翻倍啊 那我把人头让给你 你这把能超过三十吗 不一定落地没找到人 那你又不一定 那我跟你让了有什么用 你又没有那个自信 而且我是老板 我肯定我也要KD呀 你要怎么玩啊 还要给你让头 不是吗 老板车没有了 管你一边攻头 不是什么意思啊 把老板扔这儿自己跑了 青木川的意思非常明显 今晚并不是上分局 而是人头局 一个人头就是几百块 他也是为了让老板多赢点钱 才会这么和他说的 没想到网络公主根本分不清好坏 反而还怪他这个赔完不称之 这也不行呀 我们把老板都丢了呀 那车没有了 你别让我给你让头 你给我让头行吗 我给你让头 那你不能保证我打三十个吗 这有车库的 又自己跑 哎 又不带老板 我的妈呀 走 夏天 杀十个人太累了 老板没必要杀三十个 所有车上填包就可以了 可是我想要呀 老板也是需要 我想要人头呀 也是需要体验的嘛 对吧 你自己打那么多 有什么成就感 你能让我杀那么多 才叫有成就感好吗 才叫你这个赔完很牛批 此话一出 大狗也是无语至极 人机让给他没问题 但是一局游戏 又怎么可能会有十几个人机呢 面对一个满边队的攻击 他又如何能够保证 在自己不被淘汰的情况下 还让老板淘汰三十个人呢 这简直就是诗人说梦 可这个网络公主就是如此的贪婪 他又想拿人头 还又想赢得比赛 大狗也是不知道该怎么说了 那你保着我杀不行吗 请我找个满边队 你叫我杀不一定 去杀吧 不是你这是什么意思啊 把我送满边队那个脸上去啊 你不是要打人吗 我帮你找一队满边队练一练手啊 满边队都打不过呢 绝对圈怎么打呢 那你就不能 你就不能打一打 然后再让我打吗 非得给我送脸上去吗 你要一条是一条海盗 知道没 不要被人 不要被男人保护着 男人没有好东西了 你要这样想 对不对 你要一个打所有人 男人有什么用呢 大狗现在已经在发火的边缘了 只是碍于网络公主是他的老板 所以他才一直忍着 不论他如何和网络公主讲道理 他就是油盐不敬 青木川也很是无奈 他也忍不住的开始吐槽起了他的老板 但没想到却忘记关卖了 这可又让网络公主抓住了找茬的机会 谁接他当然谁倒霉 知道吧 我吵完了 卖别逼 谁接我单谁倒霉啊 我怎么开始卖啊 我 你在说我 还在骂我 还在说我 哎呀 没有 我自己刚刚点了个外卖 点了个外卖 那个骑手超时了半个小时 我说 那个骑手谁接到他的单子 谁倒霉 对 我点了个奶茶 热的 吃到半个小时都凉了 怎么喝对不对 肯定要吐槽 别叫啦 我真是 还在那边便捡 你把我扔在那边算怎么回事啊 我这个车怎么带两个呀 真的一点都不会 我脑子都没有的 这明显就是没事找事 这种老板真的是谁遇上谁倒霉啊 大狗已经算是非常有耐心的了 裴婉也有尊严 虽说他担价比赛高 但是他可以让他赢得很多人投钱 可网络公主却不理解 紧接着他又开始向大狗提出了其他的要求 那你那你那大狗你会唱歌吗 你能不能唱个歌给我听一下 会唱啊 听什么歌 你随便发挥呗 有什么比较拿手 因为我刚好遇见你 停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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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了 他唱的我耳瓜 对什么耳朵弄弄了你知道吗 现在做个赔玩真的不容易啊 又要打好游戏 又要服务好老板 还要给老板唱歌 大狗对于这个网络公主 已经算是非常有耐心的了 虽然最后他们能拿到30杀 但是却远远超过了对手 而网络公主却从不至满足 唱二十个我让的都什么三十杀了 唱完了唱完了 你杀不到三十个 二十二 一个头都不带到的 加上他的五个 二十七 他们才十一啊 我们是二十七啊 他们十一啊 哇 怎么这么差啊 对对面啊